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拿了我扣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18的 来吧你们最近呼吁很高的中单皇子好吧 这个吸血鬼这英雄打消耗的 再一个点栏下面补充 经典参见三红 不对我应该换个扫描的 我忘了我得抢2 去入侵一下 入侵要让他们插个眼 来来直接入侵对面会丢眼 只要丢个眼我就可以一波陷到2级 想杀他卡等级很重要 不放个眼你就不怕我过来抓你 这警惕性也太低了吧 一般入侵过一波的话 这边应该是会丢个眼的 那抢不了2的这样 补刀Q一下吧 这普通Q消耗无所谓的 不要被他红Q抽到就好了 他要红Q了 这个兵就不要补了 那这波补兵还是要A我们 补兵的话我们就A他A 再打个Q电行伤害刷出来 看来没有 这一套他半血就没了 他又红Q了往后退一下 他这波要抢2了 我们想杀了的话要不然就抢2 要不然就等兵险回推再塔下 杀他 他恶极学E的 那他死了 不要吓他 他这波有红Q 他补刀就直接EQ好他死了 直接给点了 看到没有 经典单吃 我打这个英雄太有经验了 他老一点的西约鬼 如果打黄子打多的话 他二级不会学E 他会学W 他学W你EQ 他W夺你EQ 然后再减速你 然后再AQ 打效率本中追着你A 这就很恶心了 主要现在黄子打线上的比较少 所以他没有这个经验也是正常的 太菜了吧 还好吧 这白金西约鬼吧 这个就不好杀了现在 不过我还是学两级Q号一下 他三级有血池就不好杀他了 先骗个他技能 这波可以用 用E骗W 他不W好 那我下波直接EQ他 他WCD很久的 如果我们能用E骗他W的话 我们就很壮就可以杀了 他为什么不W呢 这波艾克得过来 我感觉瞎子在 他瞎子来 给技能他死了 扣空了 刚完没打出来 把他杀掉了 还给我发个锤子的问号 我感觉我这波被他搞崩掉了 这样子 他刚才第一时间三环没打出来 他少了二段Q 伤害少了很多 他刚才要是Q到的话 直接秒了 我都不知道 我都EQ插起来 他为什么二段Q会没有中 Q为什么不甩 而且我感觉我刚才那个Q 应该会Q到他了 直接回家 把线推了 多买一把成绩 我们还是可以压他等级这波 基本上你抢二或者抢三 杀一波 然后到六再杀一波 我算他技能我刚到五的 我现在兵一样 看他吃几个兵 到五他就跟我们差几个兵 一个 两个啊 他跟我们差两个兵 就可以这么算 我们刚升级的时候 他没有到等级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这个兵 他补几个就差几个 待会就可以卡这兵 杀他 我这波可以先耗一波 下波我们要到六了 这波先打他血池 对 这波不是杀他的 这波是要准备下一波杀他用的 他血池二十多秒 也就是六分十秒左右才好 还有大概十十秒钟 等他回来 好这个兵他要死 我说他死了 别发信 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打兵吗 就直接卡六 我说伤害怎么不对的 他买护臂了他 这蓝要给我推线去游走 蓝我自己打 蓝给我就行了 他给我蓝他会更好过的 因为他给我蓝的话 我待会要去杀这个虾子 所以我就可以缓解他野区里面的压力 这个中单会玩的话 打野就很舒服 同样打野如果会玩的话 中单就很舒服 你就没有来自兵线或者野区的压力知道吧 这波已经不好杀他了 基本上我们的对线期已经结束结束了 就不要跟他打了 可以推完线去游走 这个点蜥热鬼 他还是不强的 蜥热鬼他的发力期 在中期九级以后 特别是他还被我们杀了两波 他就直接推线去反野刷野都可以 看我这推一波线刷了两组野 他可能控线了 三号我回来我又推一波线 他被我压了一整级了 对不对我们要到八了 看我推线速度比他快多了 他不敢拍眼就代表没人 如果他敢拍眼我跟他就跑了 就代表有了 就点蝦子应该去上半区了 我们去逮他 我们打中就是一个刺客的玩法 刺客的玩法就是推线加油走 早打野不用管的吸血鬼 我们去抓这个蝦子 他现在六级 而且刚刚好像开过大了 他没了 看我去看一下这艾克就没什么风险 这边我没抓到蝦子我露头了 看这个艾克他就可以争夺野区上面的资源 我这波的话就掉了一个冰 这血鬼可以秒他这个血量 不要给他吸血 瞎子给他套盾 等一波艾克 这个血量刚刚好的 不给他吸能 他是回不起来的 其实我感觉他刚才飞晚一点太大 差不多来人了 看 你看着我是中单 就不活脱脱的一个打野吧 这艾克都很迷茫 你怎么把我做的都做了 那不我做什么 那我送一下好了 哎 艾克不能这么硬抓人的 这艾克找机会反蹲好一点 他想抓吸血鬼不太现实 吸血鬼这个点不好抓 这个人带的相位稳充的 我这波想硬拆这个塔 我怕瞎子过来 等一下 经典这个位置 卡视野 他死了 这老观众都知道这个位置有多经典 换扫描 这就是瞎子一样 我又点蓝的弟弟 我不是打野 他估计欺负 打野的环子欺负多了 他这个点 打环子 他的打环子占优势的 他有个盾子 他还比环子要高 盾也比环子要厚 但是我很可惜 我不是打野 我是中单 先把龙收了吧 再一颗过来 你看他给我蓝 我该 他要做的事情我都替他做了 这就是一个刺客玩法 只要你起来了 推荐游走 抓打野 特别是这个版本单能线 起来了贼恶心 高线上两级很正常 有优势还会高三级 你看我这版我就高三级了 打这种推荐慢的英雄就很好用 推完线 杀完人再继续这个boot 看这波虾子来不来 我直接秒他 等我回一点蓝来 我假装抓下去了 他肯定也要来 这边 不来我们再落回去 你打核心我们去刷个F7 这边 他看到我了 他做了一个眼 这波他运气比较好 给他走了 你在干什么 你后面也没人在啊 这虾子有点不服气啊 他估计想躲我的EQ反杀 这种操作太多了 他刚刚以为我会直接EQ他 但是打虾子不能EQ 直接EQ很容易空 等他踹完再EQ他 或者他Q完你闪现躲 然后再回头EQ 10秒钟倒计数 他又得死 为他默哀吧 其实我起来了 难受的不是这个中单 难受的是对面打野 直接Q上 不给他有反应空间 你看着我是中单 其实我又是打野 我拥有中单的伤害 打野在游走 不仅要游走 我还要当时对面线上 我还要反野 多功能行中单 太全面了 现在难受的不止这个打野了 他们三条线都得难受 再给他刷刷野就赢了 打一打先锋开一开 这种时候塔推了 就不要再中路了 去单代 这种时候你就再跟队友抢经济 多轮吃经济起来很慢 容易断节奏 这种时候我们去单代就行了 就也去抓了 你要是这个时候在中路打架的话 除非打架 花园的时候不要再中 你会发现你优势越来越小 哎呦 没Q到他 不然5杀了感觉有机会 老把这还是下的 谁能挡我 去反个红 要路一波线过来 这中单环子打这种传统AP 还是蛮好用的 没什么懒了 挤一挤吧 挤一挤吧 挤一挤还可以打个EQ2的懒 我去秒这个瞎子他想抢 那是给他抢 我去秒这个瞎子他想抢 那是给他抢 我在我在别怕别怕 被变洋了我扣子就可以了 变洋了 变洋了 把我变洋了 这样子不行啊 这样我少了一件格子 我想了一下 我带的是这个中级烈人 主要我打中嘛 没我没带无情烈手是吧 等一波技能 等一波技能 寒冰要死 提亚马车打断回神 我们只要单待开塔 能杀对面牵制一个人就好了 能稳的不到 一分钟十刀 标准中单不到 职业机不到 点蓝给视野他死了 巨龙撞击 刺客他暗影扩建挺好用的 真的 F轮太方便了 把视野拍干净你才好抓了 这波很帅 但是没有用 你们刚才看到我 我一直在闹的这个旗子是干嘛 就是要拉一下角度 稍微差一点点 我没有大了 有大的话全秒 直接Q闪 Q完直接闪 不要等时间 调整一下我们Q的角度 来个三向加一速就够用了 暴躁起来 然后再和一个夜嫩 再把暗影扩建换轻语就行 扩建最后还是得迈的 就摸一下这个寒冰 我就摸一下就够了 打龙打龙 他们在追我 快点去打龙 我是中单 打野再去拉龙就好 再把大好得非常快 30秒一个大 无限秒 再来个分龙就花30秒干好 大刀比他复活时间还要快 拉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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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 输出到了 坦克顶上 你别进来把我卖 哦 这个AD不应该进来的 他在勾引我 给我个视野我R他 给个视野给个视野 给个视野 加油的这边 加油的这边 给他演排了可以开这个 小可爱 跑快快 来个吸血鬼 帮他送你一个大好 我这个没血红Q吸一口加的真多 这差一路吧 破个两路好了 今天月饼吃多了 异得有点歪 赶好再来个大龙小龙一起搞了 龙有点多 位置不好的 我们要能扎队在一起可以全秒 能扎队在一起可以全秒 就没掉了 这个版本要打出以前的效果 千万不能有鞋子 就会有以前的伤害 也可以想象 这个版本环子有多弱 有六件就可以打出以前五件的效果 直接下来吧 重温一下经典好吧 这波 还可以啊 大家没点关注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 但是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 经典中单核弹流环子 哎呀 我玩一把就行了 好东西玩多了就不是好东西了 好怀念的感觉 走走走提交 没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啊 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